大家好,我是Den 今天整理了一下台湾艺人对Lisrappin的发言争议 韩国网友们的真实反应 今天凌晨收到了很多网友们的私信 想要了解一下Lisrappin在台湾发生的事情 韩网的反应 我们简单来看一下重点 台湾歌手兼演员黄伟金 针对韩国女团Lisrappin相关的性骚扰争议发表了立场声明 台湾红白艺术奖特别邀请了女团Lisrappin 他们在节目结尾进行了表演 展现了与众不同的人气 问题出现在Lisrappin表演前 黄伟金发表了性骚扰言论 在红白艺术奖组织的视频品尝会上 当Lisrappin准备用竹签吃地瓜球时 黄伟金说 我也想插在他们下面的那个地瓜球 当时在场的女主持人说 韩网金我听到了你这话不对哦 黄伟金也急忙解释说 我只是想和他们一起吃饭没有其他意图 节目播出后 许多粉丝愤怒地指着黄伟金带有性的意图 对他进行了批评 对此黄伟金在28日凌晨发表了道歉声明 节目的桥段要让团员们一个一个享用美食 然后允金用竹签插起了一颗地瓜球要吃 于是我就本能性的想做点反应 让这个吃东西的过程不是安静的 然后说出了一句让大家误会的话 虽然我说了可能会被大家误解的话 但我心里想表达的是 很高兴能和我喜欢的偶像分享同一包美食 并强调自己没有其他意图 尽管黄伟金已经道歉 但许多人仍然批评他的轻率言行 认为这只是借口 首先在我第一次看到网友们发送的影片的时候 再看了两遍也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问题 在看完新闻后才明白了争议 而给我自己的感觉就是 不管是看他的语气 视线当时的气氛 我是真的不觉得这是有性骚扰的意图 如果说这其中有我不太了解的 装网黄枪的概念因素的话 可能是我想错了 但到现在还是觉得 这位男主持人很冤枉 因为很多人应该只是会看新闻报道就直接相信 不是粉丝的话 也不会特意去查影片看看程庆文什么的 喜欢K-POP的大家 应该很明白我在说什么的 总之有韩国媒体报道后 很多论坛也在讨论了这件事情 也有很多韩国网友们觉得 这是一场误会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真实反应 成员们都听不懂 甚至还有未成年人 竟然在旁边说那样的话 我是礼拜六看了整个红白的Pianna 说实话 在看了台湾主持人的道歉文后 才知道发生了那种争议 可能因为语气什么的产生误会了 但大部分的粉丝们 应该都是看完道歉文后才知道的 我也在Twitter上看了一下 外国粉丝们都认为 没有那种意图 都认为是在指食物 而且在那位先生的道歉声明中 他也提到自己的选词不当 说他下次会更加谨慎 对于奏程不变表示歉意 有大脑的人 怎么可能会在那么大的舞台上 说那样的话呢 所以是另一个主持人 以不同的意思解释 让粉丝们误以为 就是那个意思而大惊小怪的吗 因为不懂中文 所以无法正确判断 是不是就算是看着食物说的话 也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 下流笑话的隐喻呢 所以那位女主持人才会说 那是奇怪的吗 哇 这太冤枉了 但是在Twitter上 很多人更加添油价措的在传播 那位男生真的很可怜 总之 那个国家好像也有很多 喜欢造谣 试图把艺人弄垮的垃圾们 韩国粉丝们真的认为什么都不是 因为如果台湾歌手 真的做了性骚扰的话 平时对小事也会拿起武器 战斗的中国粉丝姐姐们 不可能会这么做事不管的 不管怎么样 确信李斯拉平这次的新曲 也会大发 一集结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